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吹水这个CarePower CarePower呢 也就是加上这个什么 SPAC跟这个SCIB 之前我都有去分析 然后呢 SPAC跟这个SCIB 就被暂停交易嘛 这样就不用分析了 我也是有继续的去跟踪 这个CarePower 呃 然后他 刚刚公布的这些消息 所以Kalim一直卖 一直卖这个CarePower的股份 然后SPAC 跟SCIB也是大亏钱 有一些类似的东西跑出来 多多少少呢 都是会影响到CarePower的 因为CarePower Kalim还是大股东 好像大概有10% 这个股份 呃 他上次在厂外 厂外交易的时候呢 他卖的价钱是多少钱吗 大概是0.46 0.48左右 0.46 0.48 现在多少钱 股价呢 股价呢 0.44 所以说他那时候做厂外交易呢 他卖的才比你们高 现在 呃 他会不会再卖 我不知道 呃 因为 据我所知道 他那个SPAC 他是用margin的啊 他会有一些margin 他要套现一些股物 来补肥这些margin 你看 这样他这个就是 呃 一些 呃 铁坏花吧 我们来讲回这个技术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一直下跌的时候呢 呃 就很多人在这边老 看得清楚了 大概多少钱 一块钱嘛 其实 其实是蛮吸引的啊 不是因为他加钱 是因为他的基本面呢 他的这些 他的这个业务呢 基本上是跟这个SPAC 跟这个SCIP呢 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啊 啊 所以 很多人就认为 哎 他只是他只是 Galim是大股东 呃 就影响到他这个 就是说 他的业务是没有跟SPAC 跟SCIP有很多交集 就是说 应该是没有影响到 那些有问题的占卜 呃 而且TechPower呢 很多时候是跟政府 啊 马来西亚政府有交易的 所以基本上呢 好像是ok的哦 基本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有这种 有这种的想法 那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想法 好像很便宜哦 然后呢 那便宜的话 不代表你该买的 就等咯 登登登登登 然后我看下他靠近的 所以等到这边的时候呢 有某某一天的时候 你看这样 哇这边上起来了 上起来了 哎呀 我就想 是不是好像 设计机会了啊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上来嘛 大概有上很多啊 40%啊 啊 ok不用紧吧 继续等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他又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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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出的最低价 你看看到吗 现在是0.44% 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冷住了 没有出手了 ok 又再贴的了 这样当然现在 又就些冷了 因为他还没有止跌啊 这个是新的 没有止跌 这边呢 全部是被掏牢盘 当然有些人讲到 哎我这边买 这边卖啊 这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很多人给很多人讲给你听的 都是这边买这边卖的啊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我这边买这边卖也是有很多的哈 你说你这边 买这边卖的人也是很多啊 这些大神呢 我不我就不去参与了 我们呢 就继续的follow我们的discipline 啊 所以现在他是新低 新低的话 这边有很多的套牢盘 基本上都是不用动的 不用看他啊 继续等了 对我来讲就是继续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也同样的等到他有第二只脚 呀 第二只脚他比较安全 如果你是follow这个的话呢 这是第一只脚 这是第二只脚 这是第二只脚 这个脚都没有第二只脚 看到吗 他是tap破的啊 这个 这些 他下来 上去 然后就tap破了 看到吗 tap破了 tap破的话 当然是不好啦 所以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想交易这个carepower的话 要吹水一下啦 呃 这脚好像 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价钱呢 就一直跌 啊 这样我们 要便宜的 就继续等了 我也不急 不用去心急他 等到他跌下来了 大刀跌下来了 给他叮叮当当一阵子了 可能一个月吧 一个便宜的一个月 他没有 他没有继续少 他没有继续往下跌 反正有开始突破这个盘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去考虑吧 啊 这个时候才考虑 这个时候 这个点 等他 concelated 要整个盘整 再突破这个盘整区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再考虑 现在这个还没有 因为他已经tap破 tap破这个盘整区 tap破这个盘整区 看到吗 tap破啊 不是tap破啊 不是tap破啊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套牢盘 所以是很难很难去操作啊 千万不要乱乱来 继续观察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不代表任何的买卖建议 呃 你就把它当成是捶水吧 这就是看这就好了 OK 谢谢大家